大家好,我是学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安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弹食一除,百病全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古方 被誉为千古化弹去湿第一方 横扫体内一切弹湿 帮你远离三高,肥胖,失眠 我们常见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归根结底是因为身体里的弹食过重了 有些人经常失眠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因为心神不安,所以睡不着觉 有的人怎么都瘦不下来 也是因为弹食过重 导致水液都聚集在体内 如果你知道怎么化弹去湿 很多病就不用再发愁了 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去湿妙方 它既能治标还能治本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姜 一定要老姜,不能用新鲜的纸姜 生姜为姜科植物姜 新鲜跟进 主要治疗感冒风寒呕吐 喉咙里有痰,咳喘 生姜的功效一 生姜是传统治疗恶心,呕吐,咳嗽,有痰 有偶加肾药之余 阴肠胃不适,口腔异味等引起的恶心,呕吐等不适 可以早上吃一片生姜来解决 民间用吃生姜防晕车 晕醇或天内关穴有明显的效果 第二,可以开胃健脾促进食欲 在炎热的夏天或者某些疾病的原因 人体唾液,胃液分泌会减少 因而影响食欲 如果饭前吃一些生姜 可以刺激唾液,胃液和消化液分泌 增加肠胃蠕动,增进食欲 这就是人们常说 东吃萝卜,下吃姜 饭不香,吃生姜的道理 第三,降温提升 在炎热的时候有兴奋,排汗,降温,提升的作用 对于把暑热表现为头晕,心悸,凶梦,恶心等病人 适当喝点生姜水,大油脾液 中国传统的防鼠中成药 人丹就含有生姜成分 其作用就是健脾,提升勤脑 第四,除了降温提升作用之外 生姜含有驱散寒血的作用 由于着凉,受寒,咳嗽引起的头痛 喉咙里有糖,喝一些姜汤水 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使全身发热,有助于驱逐体内风寒 第五,经常吃生姜可以抗衰老 因为生姜中的姜辣素进入体内之后 可以产生一种抗氧化酶 生姜洗干净切成姜湿 然后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左右的橙皮 一两橙皮一两斤 百年橙皮剩黄金 橙皮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味中药 虽然没有名贵到与黄金对等 但橙皮的药用价值确实让人惊叹 放置的时间越久 它的药效会越强 故名橙皮 古人认为橙皮可以理气健脾 造实化痰 历代医学家把橙皮看作治疗肺痰死的良药 橙皮的功效与作用一 可以抗氧化 黄酮类化合物和多痰是橙皮的主要成分 它们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能够直接清除自由基 而且清除的效果良好 我们都知道抗氧化就意味着延缓腮老 预防肿瘤的形成第二 橙皮还可以止咳化痰健脾味 橙皮自古变为养生保健之佳品 术有千年人生 百年橙皮之美誉 橙皮所含胡萝卜素 维生素C维生素B等营养物质 含量高于果肉 有助于健脾味 止咳化痰 第三 橙皮还有抗过敏 抗炎 止血 降低血脂的作用 橙皮中含有丰富的川橙皮素 穿橙皮素有抗血细胞凝基 抗血身形成抗癌 抗真菌 抗炎 抗过敏 抗胆碱 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促进剂 第四 可以护肝 橙皮中的黄铜类化合物 有增强肝脏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用来预防肝损伤 尤其对于脂肪肝的朋友 非常适合 橙皮减碎之后 洗干净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15克左右的甘草 甘草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中药 对于疾病的预防以及控制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热肠服用一些甘草 可以起到保健的效果 甘草能补皮液气 清热解毒 去痰 止咳 缓解止痛 用于脾胃虚弱 俊带乏力 心肌气短 咳嗽痰多 四肢筋 急剧疼痛 缓解药物的烈性和毒性 甘草的功效与作用 一 可以抗过敏 甘草是一种抗过敏能力 特别强的中药材 人们在服用以后 可以增强身体的自身免疫力 并能提高身体抗敏能力 它对人类的过敏性气管炎 和过敏性咳嗽等 都有明显的预防和缓解作用 第二 可以止咳 止咳也是甘草的重要功效 因为甘草中含有丰富的黄铜绿化合物 这些物质具有明显的止咳作用 它还能加快人体内的痰液 稀释和排出 能让人类经常出现的咳嗽痰多 有明显好准 在临座上也用于人类气管炎和肺炎 以及肺热咳嗽等症的治疗 治疗效果特别好 第三 美容养颜 甘草泡水喝的作用 还包含了养颜美容 它能够令人体的情况更强 另外还可以合理地排出 人体内的毒素 令皮肤以及健康状况更强 甘草清洗干净 直接放入养生糊里 橙皮和生姜也一并加入进去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按花茶的键煮上25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生姜 橙皮 甘草 这三种食材加在一起 我们说 痰丝属于阴邪 所以要用温热的力量去跟它对抗 生姜就是温热的 有了它的存在 便能在化痰的同时 扫清剩余的含血 加上橙皮 橙皮不单可以化痰 还能健脾 中医有一句话叫 脾为生痰之源 脾的运化功能太弱了 就会源源不顿的生成痰丝 你光化它没用 还得健脾 所以只有橙皮可以切顿 这一个生痰之源 真正解决这个痰丝 如果你也是属于痰丝体质 不妨试一下这一款食料茶饮 隔三差五喝一次 你会感觉喉咙舒服 肺干净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